各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再看是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呢 因为柯市长去日本说人家 古迹保存很好 又称赞日本的美 这可让台湾的文史工作人 听来有些讽刺 因为台北市其实有不少的古迹 不过柯市府就连要拆还是要保存 都没定论 像是三井仓库就是很好案例 红装外墙 涨满杂草 自动从日治开始就存在的三井仓库 上头还有三井菱形商标的痕迹 井林中校西路 被誉为台北现代都市化的起点 但现在为了西区门户计划 自动历史建筑要平移或拆除重建 北市府还没有定论 台北市有很多案例 其实拆除装箱过后就不会再重组 就不知道哪一天会重组 原地原子保存 保持它那个历史空间纹理的喊购 同时也是顾及这个不可逆性 台北旧城区里历史建筑林立 离三井仓库约500公尺外 还有这一栋 走在重庆南路上的彰化银行旁边 其实这里正是二二八时期 台湾人的首波抗议地点 而早在四年多前 这里也被列为历史建筑 但环顾四周 却没有任何的历史解说牌 重庆分行前身是城马商会 未来预计改进成13层大楼 只有一楼保持原样 但也被文化界批评 如果只留美化过的外观 与历史记忆将会更难连结 我想文化局一个重要的角色 是应该去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 让新的世代有机会 可以来认识历史 反省历史 而在台北市长柯文哲访日后 大赞日本擅长保存古迹 更让许多文史工作者不满 认为台北就有许多历史建物 是留还是差 柯市府的态度都还模糊不清 认为主管机关 不要坐在金矿上狂喊穷 一边是城市开发 一边涉及历史文物 该怎么有效进行保存 把历史元素与当代街区做连结 都考验着柯市府的智慧 学者呼吁得更倾听公民社会的 讨论声音不要仓促做出结论 以免是否变成外界口中的 骨骑杀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